欢迎收看《这样才有梗》进来学超能力 今天要跟你聊聊的是都市更新跟危老重建 这是常常听到的两个词 但两者的差别性利弊得失到底为何 要了解之后土地所有权人 可以依据个别性的需求选择适合的方式 其实最主要差的就是时间 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说都市更新非常耗时费力 程序很繁杂 因为确实它平均得花三到十五年之久 至于在危老重建的部分 平均则是花半年到两年的时间 而且是不归政府的规范管理 做的是私人契约 至于在条件的部分 都更它是有面积的限制 而且如果不是公告划定的更新地区 就必须要申请自行划定更新的单元 而危老的部分则是没有面积的限制 而且基地不限大小 但乌龄必须要超过三十年 至于在同意比例的部分 都跟同意的比例 其实分成三大类 如果是讯行划定的更新地区 同意者要过半是二分之一 至于在政府的更新地区内 同意者比例要更高是四分之三 至于如果不是属于更新的地区内 自画更新单元最高要有五分之四 只是看看危老重建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但同意比例要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要所有人的同意 所以简言之重建难度当然就很高 最后来看看容积奖励的部分 都是更新的容积的基准容积是1.5倍 而原建案的容积是1.2倍 而危老重建的基准容积是1.3倍 而原建案的容积是1.15倍 在简言之这个容积的奖励 在政府都更的部分 分配的房屋价值的时候 对土地所有权人是比较有利的 而同意比例也不用那么高 但得花的就是比较多的时间 确实是各有利弊 所以进一步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就是容积的奖励了 因为危老的时辰在五月减半 如果要抢办完成就代表 可以成功推动吗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交给不动产 日库执行长和市场 由于危老的开发时辰容积奖励 在今年五月一号会再度的减半 不过即使抢办成功了 也不用太开心 因为投过不代表生子就一定会过 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营造成本 真的长得太凶了 尤其是小型基地的建案 重建案 如果基地规模够小 或者是跟林房相邻的 连动型建筑施工难度太高的 危老建案 他的这个造价成本 一平可能会超过30万元以上 也因为造价成本太高的关系 造成很多危老重建案 最后都与其被撤照 所以呢 如果民众有要做 这个危老重建的一个打算的话 最好把基地整合到一定的程度 再来送照 这样未来成功推动的机率会比较高